文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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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八卓 了解台湾的文明和 다음年 是文化 你尚厚 大家好 我是余夫 今天我們要來講的是 賓東有一個所在叫孫立仁行館 這是孫立仁這位 是當初 九戒舊一路國民黨的軍隊 排隊到台灣的時候 孫立仁將軍是那時候 美國人認為他戰功 他真的會學習台 因為他是最好的將軍 所以派人不要哭 在東京派人用婚禮機去請孫立仁將軍來台灣 那時候他就是躲在這裡 當他來台灣的時候 除了台北有一個行館 他在連兵的時候躲在屏東 這個地方叫孫立仁 現在是由孫立仁行館 那麼孫立仁將軍在這裡的時候 過了一生中 可能是來到台灣最快快樂的日子 但是我們先來看這棟房子 這是河洋粉大市 尖管是日本社會的柱頂 那邊就是河洋 那邊就是河洋 就是洋市的 這裡是靠這個玄關的所在 這棟子都是有這個勾面磚 另外呢 還有用洗食 紡食來做入口的意象 所以它裡面還有一種裙帶式的雨林板 後面這個旁邊 雨林板就吼下去了 水又不會掉在裡面 它自己滴到外面去 那邊還有用一種 映浪器的天花板 昨天差不多都 後面這個地方 都有些防彈的倉庫 孫立仁將軍 他要非常高的這個地方 聽說那時候 又有跟他的大象 孫立仁將軍很有名 就是早期台北的這個棟部 裡面有一隻青 很大隻 叫做凌旺 我小時候都去那裡學生 凌旺一定是過世了 那時候的凌旺呢 其實是在跟這個日軍 在跟他們做台事 這真心色 因為這孫立仁將軍過小前 打贏這個日本軍 就將到那個凌旺本來 是在跟日本軍 服務的上的亞洲巷 那時候在日本人 在跟日本人做的時候 他的名字 這隻凌旺的名字叫做阿妹 阿妹 跟我們現在在唱阿妹都一樣 但是這個凌旺就是 在一九四九年 那時候隱退 到台灣之後 他又說他復刑四世 要奇怪 總統有人隱退 他可以復刑四世 還繼續做一個總統 這是什麼最多的 但是 麥克阿瑟 有人請來到台灣的時候 他在這裡練兵 就是 做青年軍的地 兩百共一世 來跟他 特別跟他做分連 所以 他做到很多 非常好的 分連 因為是西田軍修比較不一樣 但是 他來的時候 在台北 他住一堆 我們來看 這個 這個 他來的時候 台北住的是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是在台北的合作 陸軍聯誼廳 陸軍聯誼廳 那時候 他先住這裡 還住這裡的時候都沒有事情 但是 他那時候 主要的工作就是 譬如說 中心跟國民黨的那個 那個 那個 草學部學軍隊 跟他分連 那時候 整編女青年工作大隊 幼聯兵總隊 這個地方就是 福州街 跟南鄉街 那個地方 我們先看看 他住在台北這個地方 會來的經營是怎樣 那時候 孫嶺領總軍的官邸 其實是 在日本時代 1900年 由到 松山深之助所設計 早期其實是 總統府 討勞教水道可可中的官邸 現在變成 台灣軍 司令官的官邸 1900年 時候 進行要有 一年大規模的概念 由到 六軍的技術 前景心意來負責 它是 好像僅次於 台灣總督官邸 跟民政長官官邸 的 第三官的 高官 在讀的官司 一同 財政兵 拆除了 日本那時候 上流階級 上階流行的 河陽混搭室 因為 我們在南平 是在接待 兵器的地方 另外在 北平的河棺 就是傳統的 日本人生活的地方 現在變成 是 六軍中司令 孫立仁 他的官邸 一旦 五五年 孫立仁事件 爆發之後 他就去 鑽架 北平的小孩 替他軟禁 所以 台北這間 官邸就扭出來了 扭出來了 扭出來了 變成是 六軍的聯誼廳 但是 有一部分 是 對我開放的餐廳 所以 現在 一定 都可以 好好地 參觀 有很多 以前 孫立仁的故事 在這裡 電出 現在 一開始 五一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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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 日本色的灰燼 你說什麼地方 有買黃金 原來是說那個 椰子樹啊 下面有黃金 對 他們是種14根 那有沒有人挖過咧 沒有人給我們挖過 可以看這邊 在日本區他們進來的時候 一開始是用竹邊牆 對 竹邊他們類似鋼筋一樣 你可以用手摸看看它是四個製成 四個製成 它一直等到台灣的木材 開採之後呢 他開始用這個木澤牆 木澤牆 對 它用的石材 是非常的紮實 甚至比台灣的 除了木桶之外 它的水泥啊 甚至外面的粉出來 外面非常厚 就是我們這個 你把它拆開 為什麼還是這樣子 但是它這個上面就是 它這個不能掛東西嗎 不行不行 它這種 一二三四到第四層 對 這個是 那建築裡面能夠釋成的就是 就是 在日本來說就是 比較高等的 觀察 這個素材其實有一篇 很漏漏的故事 大家來這裡吃吃飯 非常那個時代 來 唉呀 一個真的會修正的 這個總軍 沒有 這個美國政府呢 是希望這個孫林林 總軍呢 可以啊 出台才有種改造 當然有種改造 他們種改造的 平衡的 都拿去關 沒有什麼放出來 聽說是 在理領府的時代 後來 我們現在來看這棟廚 這個廚呢 這個孫義仁在住在屏東這間 孫義仁的行館 就是說他屏東是住在台北 如果來到鳳山連兵 就住在這裡 那是怎麼住這裡呢 這不是說 不是這個 國民黨政府來後才去的 這是在日本時代 那就是上階高頂的 這個將軍的宿舍 那是第三飛行團的 團長的屬性 因為我們台灣有第一個飛行場 正在說 可以說這是那種既定的 是1920年屏東的飛行場最改造 但是不然呢 因為這個日本在國際上 和英國的這些強國列強 大家 在1927年的高危時 有國際軍縮情勢 就是說 照顧你空軍 海軍什麼軍 比例 你不能超過多少 日本人起來的 人家新興的這個列強 所以都叫那個 歐洲各國把它限制 那時候沒辦法 就將來因為 本地這個屏東飛行場的 這些軍隊的兵不能擴張 所以他將到 他的縮縮的福岡太刀錫 陸軍飛行第八連隊 將他移鋒到屏東這個地方來 現在這個第八連隊來到這裡 當然就主要有那個官司 給他住了 這間就是機動一下 那時候第一批的官司 就是現在你去到 屏東看到的 崇仁新春成功區 在1936年 變成是 第八連隊又更改 更改變成 陸軍第三飛行團 所以 又在現在現出的 屏東 屏東 屏東三路 跟青島街 這個地方 又有很多 這個官司 這是現在 做 崇南陸軍 官社群 好 那前後 整個這些宿舍 都去到 這個 東方民國的 空軍第六連隊 接收 接收之後 崇仁新春 裡面 就有 一座叫做 將軍之屋 我們找一個時間 再來介紹 那麼這個 就是他的 孫立仁將軍 他是在 聖利 新春這個地方 主要 這個地方的旁邊 都是六軍 那個時候 和孫立仁住在這裡 都是孫立仁 金中央 他旁邊那裡的台中 都和他住在這個地方 所以 可以說他住在這裡的 這個旗艦 是孫立仁最快樂的時候 另外 這裡整個 這個 窟燕 裡面還有一些 建村嘛 所以 他那裡住在這裡 有 李鴻 副市長 和葛蘭山 接著還有什麼 隱私歌星 沒有啊 變成隱私歌星 徐貴英姊妹 還有我們的祖家 張曉峰女士 還有 1950年的三位 攝影 現在這個 復勤士士 他要做總統 現在他就說 你這個孫立仁將軍 你重農力的部隊 武裝叛亂 你準備要安裝什麼 總把他抓起來 抓起來 要關於台中向上路的議所 所以 半軍如半虎 我們來看看 這個 屏東這棟 是怎樣的行 這是屏東區 眷村 順利新村 內地的 順利仁將軍行館 這本類在日本時代 叫做 崇南官社群 那就是 日本 六軍 飛行 第八人隊的 屬社群 順利仁 大的是第三飛行團 團長的屬社 這是河洋混搭室的建造 處定是日本社群的混賞 而下邊就是山群的社群 混作真後兩棟 後面這棟就算是 較少人的部分 一九十九年 美國的麥克阿瑟總軍 希望孫立仁 來到台灣 可以混亂行兵 為什麼要來這裡住 那時候 他在我們沒有混亂軍隊 就需要一個屬社群 讓他和他的部署來住 密道 為什麼要密道 跑出去的 日本在的 日本那時候在這邊的時候 從這裡跑出去哪裡 下面四通八達 然後六十公分高 然後必須那個 然後必須那個 不是喔 這個地方聽說 他長大到一九五三年 再來 當然就是有 復行逝世的 所以就把他抓去 長崎基金 所以這有一次 變成是空軍交代售 順利仁 就把他關在台東向上路 差不多有三十三年 好幾個啊 可以去外面拍 外面拍風景 可以 可以 坐到這個小陽台看報 對 他坐這邊 看報因為風 風很涼快 然後發現他的義友忠誠 這個就好像是他的症跡 這個 嗯 然後他們就住台中 對 就在台中時就被軟禁 大概三年一直到蔣經國 七十六年去世 七十七年 七十七年去世 一月十三號去世以後 然後他們就七月以後就說 一九八百年去經國世以後 那一年的五月 接任總統的李政輝下令 適合到孫立仁的自由 現在這檔最後一定 進行名稱結束孫立仁將軍行官了 那麼因為在冰冬區有很多冠春 所以呢 欸 很多外星菜也出現了 那天我們休息一下 要來帶各位來去吃四川涼麵 冰冬的喔 台灣啪啪走 了解台灣的文明和英式文化的理想好 大家好 我是漁夫 我們今天講到的就是 為了冰冬的孫立仁行官開始公開 那麼講到說 因為冰冬有很多 古早時代 本地是日本人流下來的這種 飛行聯隊的這個縮小 不然這樣 又戰後後 國民黨 就有陸軍跟空軍都有去沾那些尾 這樣慢慢就行程 很大這裡的冠春 冠春又來了 就有冠修 有冠修當然 還有省的菜就會出現 比如說涼麵 來 先來看涼麵 涼麵呢 其實在台灣涼麵 我跟我們去研究一下 我們的涼麵有幾多種 這種是川味的涼麵 川味涼麵很麻麻辣辣的 它這是算黃麵 小條的那種 我們說簡麵 油麵形的 這個就是中華 中華的麵 中華有一種叫做涼麵 涼麵就是把它撈起來的意思 撈起來 或者什麼這樣 涼麵把它撈起來 把它撈起來 這是我們算台灣人 自己奔透所做的這種涼麵 涼麵 涼麵也是有 你看涼麵的涼麵 外面沾到一大堆這些菜 有這個紅菜頭 黃瓜 什麼一大堆這樣 蒙膩 跟這個玉米 這個嘉義在吃涼麵 最大的涼麵就是 因為 人家是沖這種麻辣的 不然它是沖這種肉燥的 它沖的呢 叫做美乃滋 嘉義人說給它做白醋 這就是從味噴透起來 還有這個新娘的涼菜麵 那麼涼菜麵呢 涼菜和這個新娘的涼菜麵 這都算冷食 我們算涼麵的一種 如果這個過大時代 聽說人家開始買這個 涼菜麵的時候 有一個富士家 我就放這出來買這個新娘的涼菜麵 大家覺得好吃 我現在越做越大 現在新娘的涼菜麵呢 也一定非常有名 有時間我再來說這個新娘的涼菜麵 這個故事給大家聽 那麼我們現在來說 這個四川的涼麵 冰冬 叫做人家的涼麵 因為開始有這個 這個外星人一次要去 冰冬吃的時候 在冠村裡面 就想說 一家伙子 很生的 那六個兒女 要怎麼吃 所以這個創辦人 叫做呂富華女士 想說要去 客人家 你如果說六軍 那不是說一個國民黨的軍隊 大家都有幫忙 油洗洗呢 你如果小冰 小冰 老小冰 我就沒在好過了 你孩子就生了 要怎麼 就要開始去想說 我就比高雄 一些東西來吃看看 所以他就用到這個花椒 麻醬醬油 醋 醋 酸 還有麻油 糖 就在回憶他高雄 以前 宿川的時候 這個涼麵 是怎麼用的 現在慢慢下去吃 嘗到說 這味道對 就是我那個時候 在宿川所吃的這個東西 這就算說 當初因為 開始有多少人進來 所以我們台灣的飲食文化 又更加的豐富 來 帶大家來去吃 屏東人家的涼麵 人家涼麵 人家是哪裡的味道 四川喔 四川的味道 對 這一家是最原始的 還是哪一家是 對 我們這一家是最原始的 這一家最原始的 這一家最原始喔 對 就這樣就是因為 它都是外帶比較少 所以我們這裡吃的是比較少 對 我看一下 他外面的盒子 師傅 師傅 師傅這窗位 怎麼 怎麼 我告訴他說 可以藏一點點 比較好 這個醬汁比較好喝 比較好吃 醬汁比較好吃 這樣吃比較好吃喔 可以吃嗎 好 我看蘇波有任何的 來 裡面有什麼 這是公安湯 這是味噌公安湯 味噌公安湯 這個呢 這是味噌 加大辣 加大辣 哦 味噌湯這個 這是 蘇波可以平溫一下 這好像算早期 雲公教 速食 那時候也不賣當勞 吃這個簡單 快 這個湯又是 台式的 日本的味噌湯 影響 來這裡做族群融合 所以你看看 我在說這些音訊 我都不是在說它多好吃 我都是在跟你說 它不會有所代表的 這個音訊的文化 你看看 現在有 外省蘇川的更進來 跟我們台灣的兩面 配合作為 同樣 你若是在貫春裡面 還有一項 是已經列為 我們國家的無形文化之產 就是叫做眷春菜 這眷春菜 很趣味就是說 南方 南方在說就是粥粉麵飯 粥粉麵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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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就是立方麵飯 就是 比如說你要去香港 香港大概都會幫你的粥粉麵飯 他說 他們這四夥也都在賣 동or 我在研究就是日本時代的港山樓 台灣的港山樓在日本的料理PK 那個時候台灣料理跟日本料理PK 但是我跟你說台灣料理不等於芝辣料理 那個時候不一樣 但是那個時候台灣料理依到這個 甚至說江澤以蘭比較多 北方的什麼時候來 北方的就是大概一九十幾年之後開始 進入這個台灣 所以那個時候就開始 一九十九年開始進入北方的北平菜之外 就是北方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開始說 我這種餡餅 水餃 我這種炸醬麵 我這種小米粥 這個一樣也是在這個冰冬發生 所以冰冬有一個地方 其實是冰冬很多的餐廳都是 大部分如果買到什麼北平的 湖南的 我們台灣現在就沒有那種 特別說我是北平菜 你是湖南菜 你是江西菜 我們沒有這個 我們是大部分都混合在一起 叫做捲春菜 其實它就是原來形就是這樣 這是台灣的第一位 你也去中國找不到 來 怎麼去吃北平孔家小館 今天要來吃的是我們台灣 冰冬人所開的他們中國的店 共調料 餅粥攪麵 大家這裡有好處在哪裡 好吃在哪裡喔 其中人快點 請店長快點吃 店長快點吃 好吃有什麼特別的 有什麼特別 它北平耶 肉捲 肉捲 肉捲然後還有麵 因為它好像是真正的北方麵 真正的北方麵 真正的北方麵 大滷麵 那一定要點 喔 大滷麵 喔 小米粥 也有小米粥 小米粥是很著名的喔 真的嗎 真的嗎 沒有啊 開玩笑的 對 因為冰冬有很多貫穿 所以他們中國北方一起也吃了 放一點的湖南 謝謝 謝謝 不是如果北方而已 南方的也套套一堆 裡面是不是個西絲 我以為是造七絲 西絲一樣幽黴的 好 跟西絲一樣 小幽黴的豆腐啦 可能誰師 誰做這個片 是啊 白平菜館裡面 這個卯客家小草呢 對 做不少喔 不一定 夏日式量會比較多 夏日式量會比較多 嗯 開始 不錯吃了 所以你要看都也是這樣 到了一間北方的小館 他們這邊也是某客家小草也都有 就是這間小館都統一中國 這就是我們台灣的飲食文化 還有一部的整合 好來 我們後來一個禮拜要來講 是剛才說的孫義仁將軍嘛 這禮拜要來講的就是 變成將軍之乎是另外一個眷區的這個所在 好來 我們後禮拜 等一個時間再會 我是餘父 拜拜 Jam Cube 曾林大老的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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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